Hello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韬光玩具箱的视频空间 今天我们继续插一款 今年龙珠SHF的会场限定 善波欧的冲突版 这款自从公布以后 就是我锁定的目标 因为错过了之前的通判版 那款现在溢价也比较多了 而这款会场版 在不改变大的配色方案下 只是增加了一些亮光的漆面 和原版不会差别太大 所以非常适合补票 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 实物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首先外盒部分 仍然是现在会场版一贯的设计风格 正面橱窗设计 搭配角色的风格图片 靠下的位置可以看到 这款路板仍然是白底的绿帽贴 另外它的生产场 也是中国的百绘玩具 盒子其他几面 给大家展示一下 封底仍旧是官图的集合 切开外盒 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物都有些什么 有两层吸塑包 一张说明书 还有一张调查问卷 我突然很好奇 大家有没有扫过这个问卷上的二维码 我估计扫过的人不多 我们今天正好来扫一下 看起来还是很认真的调查 各种玩具的细节都有评分 你是透过什么途径接受玩具信息的 其他掏光玩具箱 提交 第一层吸塑包装着布欧的主体 还有替换头雕 巧克力配件 和替换手心 第二层全部是披风的分件 配件这部分 我们还是首先看头雕吧 三种头雕分别是微笑表情 坏笑表情和鬼脸 万代还原这种非血时类的角色 一直都是比咬的拿手 特别是像波欧这种特色拉满的角色 微笑脸很可爱 还原度上挑不出错 但是细看可以看到额头 侧面和脚上 都有不同程度的没有打磨干净的线 很影响观感 坏笑表情也很出色 展现出波欧天真又邪恶的神经质的个性 也可以用在还原学会了 剑王神气势眼后的表情 这款头雕不像微笑脸上有那么多的瑕疵 最后的鬼脸也很有特色 在人色中 最后波欧先生出现 把大家吓一跳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个表情 非常的卡哇伊 手心方面有一对握拳手 一对做鬼脸的手心 另外手指光线和我要把你变成糖果 以及打招呼时都可以用这个手心 最后是一对拿巧克力的手心 当然也可以用来做气功波的动作 我觉得手心和面调一样 还原度上做的都不错 但是可惜就是这个数量太少了 波欧作为没有什么表情管理 技能又多的角色 只有三种实在是遗憾了一些 其他配件还有巧克力 这个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可以了 配件的最后部分就是披风 一共有三个分件 都做了阴影的涂装 中间这个最大的 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水口的 两侧的披风在下方也有水口 连接方式就是捏住这个有螺丝的地方 顺着劲使劲往孔里怼 感觉到卡住的那一下就算是阻挡成功了 三个分件也都是比较容易安装的 披风上的关节可以支持上下扇动 也可以左右转动 不过受到身体的限制 中间的这个披风就只能上下转动了 回到波欧本体 头部可以360度旋转 低头和仰头 左右歪头的幅度都很小 不过由于头部比较大 脖子下方有一些空隙 所以不用到关节 头部也还是可以轻微的晃动 肩部是蝴蝶关节的设计 可以把手臂拉出来 贴合到身体前面 隔部垂直上举 侧平举超过水平线 也都是无压力的 大臂关节可以自由旋转 上面的出漆孔仔细看是有益漆的情况 肘关节松紧动适中 手型不仅可以旋转也可以在各个方向调整角度 手套使用了更亮的漆面 这也是会场版重图的地方之一 这种漆虽然比较亮眼 但是一旦有了杂质 就会比较的醒目了 上身为一个整体 没有其他的关节 披风前面记住的部分 也是粘在前胸上的 不过的小马甲也是另外一个重图的地方 食物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光滑 摸起来稍微有点生涩 可能与这款的材质 本身就比较有磨砂感有关系 腰部关节可以让身体前倾20度 后仰角度不足10度 这里也是无法转动的 髋关节横差180度 正梯可以达到水平线 腿向后拉被阻挡只有40度 我感觉髋关节设计总的来说还是挺好的 可以弥补胸腹关节和腰部 无法大幅度前倾和后仰的弊病 裤子上也是有阴影涂装效果的 显得很有层次感 不过这里感觉还是很容易脏的 把玩的时候需要小心 从侧面看中间的合摩线 水口还都是比较明显的 黑色的腿可以旋转360度 因为有阻挡的缘故 吸关节翻区差不多就是90度 脚踝的关节活动范围不大 前脚掌也做了可动 从脚底看也是有图的比较潦草的地方 全部体验下来 我认为这款破欧属于那种比较平庸的会长档 可以说是四款会线里惊喜最低的 没有什么硬伤 但是它的涂装调整比不上16号和神龙的用心 原创性上肯定也是比不了超二的 在玩具素质上感觉也比较的马虎 瑕疵也比较的多 当然这款作为热门角色 能不出大错的话 想要入手的玩家应该也不会少吧 做过了通饭版的入手这款也是相当合适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分享了 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给up主点个赞再走吧 喜欢龙珠也不要忘记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